6. 高楼之箭守在逐击 依次而上 空中楼阁于是浮沉 事业之久亦复如是 足踏其实不无虚发 真知之据犹然实践 据使者于高难而不畏其困 故攀之于高而在于时 修房建屋 无论是普通的亭台楼阁 还是耸入云天的摩天大楼 都必须打牢基础 有了基础才能依次而上 如果没有基础 是谈不上修筑高楼的 有一种说法叫做空中楼阁 实际上空中楼阁是不成立的 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做事不踏实 而犹如空中的楼阁一样 只需乌有 不实在 因为半空中 不可能修建楼阁 任何一时一幕 都必须由地而起 从基础修建上去 同样 我们在世间上所做的一切事业 就正如修建高楼一样 首先要打好基础 掌握真才实学 具备真实本领 蓄积能量 最后才能进入实践 并且 在具备可以运用于实践的知识和力量以后 还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 千万不要被中途的一点障碍和挫折所吓倒 这些障碍和挫折是必然要出现的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有克服重重困难 最后才能取得成就 所以攀置于高 而在于实 基础牢靠 一步 一个脚印 实实在在的登上去 才会达到事业的顶峰